打了瞌睡 连发言人地址条提醒他别睡了 都被媒体拍得一清二楚实在有点糗 而其实官员上班时间打瞌睡屡见不鲜 立委就爆料其实包括内政部长李鸿源 教育部长蒋伟宁 当了部长都还在兼差 接了一堆国科会的案子 难怪上班猛毒蛊 去年灾害防救演练总统马英哲就坐在隔壁 但内政部长李鸿源哈浅猛打还闭目养神 因为这几天太忙了 部长到底在累什么 有立委就提报 原来除了李鸿源还包括教育部长蒋伟宁 国科会主委蔡春宏 卫生署长邱文达 下班都还兼差 接国科会研究计划主持人 核四的争议搞到政府交头漫额 结果我们应该要负责监督核能的原能会的主委 在清大主持了五个计划 蔡春宏李鸿源接的研究计划还不止一件 到现在都还有两案同时进行 担任政务人员的话 那他这段期间是不可以指领这个研究主持费的 国科会表示学者转任政务官后继续申请补助计划不违法 只是大官下班兼差上班睡觉 难怪民众对聂阁满意度一叠再叠 谢谢周宁王嘉宏台北报道 欢迎